这是我们发明的功能坐腹带 发明的动机是因为想让孕婦减少负担 在运气时可以舒适的度过 还有我们的脱步带可以侦测胎心 后面还有装置按摩器 可以减缓孕婦腰部的不适感 另外胎心器可以录制子宫的声音 当宝宝出生哭闹不止时 可以服务给小朋友听安抚小朋友的情绪 我们另外有考虑到职业妇女的辛苦 他们在上班时可能会因为长时间的站立 导致腰部的不适 这时候妈妈就可以使用功能脱步带 开始按摩让腰部可以舒缓一点 还有妈妈会担心肚子里的宝宝有没有心跳 这时候就可以利用胎心器来随时的监测 让妈妈可以安心的上班 不再提心掉 老师好 我们的作品名称是 罗姨的第三双眼 我们的创作目的是 让坐的人更安全 推的人更安心 路人更警觉 创意性 1. 防撞杆加杆仪器 我们在罗姨前方加装了防撞杆 达到了保护性 而在防撞杆的前方加装了前导雷达 达到了警示性 特色可依使用者的脚板强度 透过双肘扣调整合适的间距 2. 自动连接警示背心 我们在推进的时长加装警示背心 外面在夜晚时后放来的时候可以看见 参照式可以增加作品的视觉警示效果 3. AI镜头 我们在罗姨侧背加装了AI镜头 特色使用轮椅的人可以不受到高度的限制 看前方是不是有他所需要的无栽设施 市场效益性 1. 我们的作品 翻墙环保达到了环保效益性 2. 我们的作品是使用可拆装的智能设备 所以价格相当低廉 3. 我们的作品可以让使用轮椅的人更安全 作动性 现在就让我们来为您示范吧 3. 当轮椅感测到前方有物体时 它会发出警示声 而警示背心也会亮 靠近物体时 警示声就会越急促 并远离物体时 警示声就会较为短暂 3. 当使用轮椅的人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它可以使用旁边的AI镜头 只要举起来 感测前方是不是有它可能需要的无障碍设施的标志 在它感测到的时候 就会发出声音并且有数字的显示 提醒使用而已的人 前方可能有他所需要的无障碍设施 谢谢评审老师 评审好 我们的作品是天竹书所外附件车 发明了一个让附件更有趣的工具 我们的附件车 之前我们是使用这种拿在手上的电池 它比较大而且比较笨重 又不好拿握 而且对手腕附件的功效又不大 所以我们后来改用这种手套 然后加上麦克币的板子 麦克币的板子上面有加上一块随身电池 比较好携带而且也比较方便去附件 一开始病人受伤的时候 他们的手腕幅度只能转动比较小 所以我们程式里面有改写到 在一定的角度 他们手腕到达一定角度 就可以快速的去改变他的速度 这样反复练习几次之后 他们就可以用机械练习 这样也可以让他们获取成就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